鄉親 繼續收看 發生台語新聞十字 鄉親 如果你知道 全台灣哪個社區的寶蕾工藝 發展到最初的興奧幕 到晚是新特 新特有釋放到天然氣的滋圓 也將做臺灣 發展寶蕾三葉的重要基點 全新時期 這個新特做寶蕾工藝的 總共有100間 但是雖然三葉來刷出 頂端來減少 傳統的手工寶蕾也慢慢擺起 沒有像這個寶蕾工藝 春代藥二十間 也不過在地做寶蕾的細膚 也是在修好這項的三葉 像島嶼寶蕾技術 已經四十六年 的康願燃細膚 最初的專門就是用 火骨雕塑和牛死的計劃 來典現到精美的寶蕾作品 另外一個同樣寶蕾這項 已經四十多年的 林妖榮細膚 是來保留到傳統的 甘味幽露的 修正技術 來做 林妖精管的 岸口寶蕾 我們繼續就來看 做寶蕾老師傅 他們的故事 台灣這個技術 能夠傳承下去 臺灣的寶蕾之鄉 要說起這段歷史 就要先拜訪這項山 位於十八間山的工器 佔兩個巨大的儲存槽 總儲存量約五點五萬立方公尺 不僅工器給當地居民 也助力產業發展 一部市場的日本人在身體發現 有很豐富的色彩和天然和素 這些都是做寶蕾一定要完療 提供要有些地理優勢 這麼多年來 蓋上很多敏感的高手 集中在這裡 三人的手 蓋上一分鐘 就可以叫出一隻鳥 無論什麼樣的形態 都看不到 做寶蕾三夕四十多年 五十八歲的林苗榮 是英雄出名的寶蕾大師 最終無所 八十四片看的廚房 就是它的創作空間 我們目前玻璃最好運用的時候 是在一千零八十度到一百 一千一百度 那我們現在這個溫度 大概在一千零五十度而已 所以它還是不夠暖的 我們現在挖就是順時鐘的挖 順時鐘的挖 先把玻璃挖滿之後 再往前推 然後越推它就越大 那 現在這個過程叫做小炮 就是打...做打底用的 從過程度的游路裡面 出出玻璃酒 賣出玻璃湯這樣軟軟QQ 在這個過程中 玻璃要一直湯洗 等到降溫之後要再濕浪 那這個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要把這個頭甩出來 那北極熊呢 我這樣製作 它有點像在走路一樣 要有想像力 現在我就在夾 這樣耳朵 嘴巴 這樣子不只是有造型 而且還有生命力 那你看喔 就這樣 就會有... 布里創作是運動和時間的一場比賽 林苗榮為小炮 看來不然 十四歲就拜書學家 一路走來 他堅持於布里 用得下降溫這個狀 阿水布里 是他很驕傲的創作 其實你看最簡單 越簡單的東西 你看我們的聚寶瓶 它這個東西 這十五六公斤 我拿起來都比人吃力很重 那你看喔 一根鐵管 你要乘以四個肌力 等於是六十公斤 那你想 這東西這麼大 口部那麼小 你看一個不小心 這邊就斷掉了 所以這個聚寶瓶 你看這樣子 看我們在工作 好像說 很順暢 很快 沒什麼嘛 那真正的內涵在哪裡 就是你如何做得起來 口部能夠這麼重 又不會掉下去 越簡單的事情 背後我們總是 更沉悸的工夫 最後的作品 不是一樣的表現 竟然是 講實在話 我們看一件作品 擺出來沒什麼 其實裡面的內心的過程 是很辛酸的 很艱辛的 真的 你知道 東西做出來不能賣 壞掉 都是心血 幾千秋都是燒瓦瓦的過程中 躺到最好氣的氣 就算是這樣 他不想放棄過 他說他自己是瓦瓦的老頑童 大家都沉醉在瓦瓦的世界中 不過也感嘆說 時代變遷 為這個月替台灣 帶來營建的瓦瓦工夫 越來越悲眠 以前一來就幾十個 上百個 那現在你要 這些人都是他 非常有興趣的 想要來學玻璃 他們才會來 我們學這個技術 你光是學技術 還是不夠的 那前面這個 第一個 爐灶 第二個配料 第三個後段加工 這個都是最難的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 很多人就說 學這個技術那麼久 而且技術那麼困難 所以說他們就會 有些人就想放棄了 依舊七個年代 新的玻璃 受到後面的人拿到他 經常有夠多 林苗榮剛到一年營業 最多的時候 有夠一億四千萬 沒有人力到三億多 當上傳統的玻璃業 現在二營修 最上升到一百萬 不然如果要辛苦 一四人心血 經常適用三億 本來沒發生 價格的學生 10年前 最終專念 對老爸拼頭有去 主要原因是因為說 這個知道 這個玻璃產業很辛苦 然後也沒有人要學 然後爸爸也說 他說 其實你們 如果你們這一代沒有要學的話 以後台灣的話就沒有人 要再追嗎 再追一點點 現在五花三次給你了吧 玻璃用到一路的這間 最困難的地方 在古文的玻璃酒出爐的時候 就要靠古文到牛 這個過程中 秋白上瓦玻璃 那如果沒有水日很厚 躺到上 我們在製作過程中的話 我們 就連水氣啊 水都是很燙的 像我們手上的話 像這一些的話 像哈費啊 阿不然的話就是水氣的話 在製作的時候的話 被熱水滴倒 這些都是會受傷的 最終沒被害怕到 電腦鼓勵以前 很避免兩人 避免加密 也保護 驚過百世紀的傳統散驗 同樣對玻璃醬油獨中的要求 加氧氣下去 瞬間它就伸到一千兩百度以上 這樣就可以製作 這個濃墊一定要夠 所以拉絲它是用編織的 一絲一絲的編這樣編 這樣慢慢編 就像以前我們在做那個衣服 要用編的 一時一時 這燙起來過程中 不可以有沾沾沾沾 家裡用的廚房 會改造成鋼燭性 才會有我們親心喜歡 帶有須急的感應 溫度、速度 還有那個火火都要控制就可以 如果你比如說很慢的話 那起來那個溫度會不一樣 那以後不良力就會比較高 所以速度跟溫度的控制 是最重要的地方 拉絲波也是這樣 這人在台灣共北市團的 牛市寶蕾工法 六十三歲 口罐營 營都是真實手 做寶蕾商業四十六年 平衡的寶蕾在秋中 不算有靈魂 像這個就是要瞬間 瞬間把那個型 雕塑出來這樣 頭邊別天吼 在火焰中 冰出來的一雙腳手 來自這麼一年的魯魚鎮 為婚臨酒房 十七歲 在國中補好工的口 去做手工寶蕾 為到好好找人材 建立合作的手上上到 牽著牛市寶蕾 真心的情緣 是你現在在找什麼 我在找眼鏡 這二十幾年 我都不怕牽著 這眼鏡 這是現代的 然後這一支 我放了大概最少二十五年 我都不敢 我都捨不得把它丟掉 為什麼我 雖然它被我淘汰 但是我還是保存它 因為它有歷史的價值 是我從事玻璃 就帶它 然後隔光 我眼鏡才會保持還好 由於玻璃精華 就在外國創作者的兩粒麵酒 第二粒是一千兩百多的高雲霞 看這個火 由玻璃棒比出作品 真相麵酒 如果不然保護眼鏡 當時做的眼鏡 真有可能失眠 康安營卻是對於一翁正親 那我就是用玻璃把它表現 我們地方的特色 因為新竹嘛 新竹它就是代表新竹 然後我們這個米粉 它必須冬天的酒降風吹 吹乾以後 這米粉更好吃 又是玻璃棒的新竹竹山 康安營無眠無日 用一禮拜來創作 將這個機械精華 完全發揮 那這個作品 我也是用那式去表現出來 那我就從南寮的旅客中心 開始做 然後我就做到那個風潛海岸 那個風潛海岸 這邊就是我們 17公里海岸的一個風景 尤其是舊景點 你也看他做起來好像輕輕鬆鬆 當初 搭接這堂的時候 也是麻白的心聲 那時候我父母反對 然後我也有偷跑 我就不告而別 留一張紙條 我說我要去跟本來去新竹謝謝 然後那時候 剛進去工廠 那是很恐怖的 都是火焰 每一個人前面都一個火焰這麼長 剛才燒玻璃 做成在那邊燒 我們剛開始要製作這個玻璃 是很害怕的 那時候是感覺上是 本來不想做了 後來想一想 我現在出來了 又倒楣 會不會笑 不行不行 在國溫的環境下 就在外國耐心跟意志念 不過也意識到 沒有優勢 作為就在正正公寧 他全工優勢 替後面日本的拼擺台港 依舊這空年代 遭到全世界的玻璃音樂 阿爸有七千來自新竹 竟然有很多藝術品 是口罐營造的 那個陰類盒 那時候我都銷到歐美 日本是再轉回來日本市場 那時候都是用拉絲 因為拉絲 後來我們陰類盒有裝那個燈光 然後透視那個拉絲玻璃 在展現 呈現很漂亮的一個作品 那時候生意特別好 可以說 那時候我的員工跟包裝加起來 大概有最少一百人以內 最少 然後那一個月陰類盒 都四、五百萬 雖然保雷這片 光景不太好 所以牛市保雷這片 也越來越少人買 之前是三千八百多 最高紀錄 那好幾年 就連續好幾年 就是那個 頂多差一兩百萬 兩三百萬而已 就每年就固定三千多萬 然後到現在來 我們營業有幾十萬而已 因為也沒有人做 就是說 人家訂單給我 我也沒有辦法處理 我不希望他說 被沒有了 沒落就沒有了 就是 等於說這個機遇斷掉 太可惜了 因為我還是很喜歡傳給人家 雖然有這份心 但是頂多找不到這麼多人 大環境不經濟 以後 團成變得很困難 就驚訝 算到變成四大目視 最近幾年來新的 也積極透過的電源 希望可以換起民眾的基地 大概從一九六零到一九八零年 是我們玻璃的全盛時期 後來慢慢的視為之後 我們也想說把這個傳統的產業 慢慢的提升 所以只能從這個藝術品 藝術品這邊來做發展 那這些藝術家老師們 也可以藉由創作 做出一個美麗的 可以觀賞用 收藏用的一個藝術品 讓大家收藏 那這樣的一個產值 會慢慢的提升 那藝術家也有一些收入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 從生活上轉變成 藝術作品的最大的一個力量 甚至一直在競新 不過古時代秋冬的 平衛真的沒人放下去 因為有一天 熱情的專家才全球生命 保護文化 替傳統創作心意